主席 我请部长跟署长 警政署的署长 部长好 署长好 那个部长 我在上个会起的内政委员会 每一次都问你毒品的问题 也跟部长来救教这个问题 那也承蒙署长跟部长 承诺我在6月30号之前 正订定所谓的 辖区招查获儿哨毒品案件的奖程基准表 也就是所谓的分局长下台条款 这个定了没 部长你知不知道 这已经定了 定了什么 19号 好 到现在几个月了 三四个 快快四个月 三个半 三个半月 部长 这个案子 这个表格 推动了三个半月 到目前有多少人 因为按这个表格来执行 有没有 部长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单位是应该谁在执行 这个奖程业务是谁在负责督导的 署长 这个在警政署的责任分配里面 应该是哪一个单位在做负责的 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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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在吗 所长我问你 局长待会过来 这个案子到现在三个半月了 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案子受到所谓相当的沉处 因为类似这种案件一共有33件 但是这33件并没有达到处分的程度 都没有达到处分的吗 这33件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7月1号到8月30 是今年共33件还是7月1号开始33件 7月1号开始 这33件都没有达到这个处理吗 都没有吗 你谁说没有 有去查没有还是怎么样 8月31号 署长 你空有定这个表格来呼言我没有用 看了很多的毒品的座谈位也没有用 都是委员一直嚷嚷嚷嚷嚷嚷 部长8月31号 自由时报写着 用毒品控制搭少女卖淫 在6月19号发生的 还有中国时报7月21号 毒品控制少女卖淫 集团分工细腻 7月24号 吸收中错生当药头 一大堆我随便上网去抓就好几件啊 你警政署回答我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适用警察机关 招辖区他单位查货以毒品控制会成年从事八大行业相关工作 部长 这东西里面 为什么毒品会泛滥 这就是泛滥的真正的原因 部长你听得懂吗 呼言我们定这个表格 被迫定这个表格 有分局长下台 分局长下台的条款是要15个人 分局长下台是要10个人 派出所只要5个人 辖区分局里面有5个未成年少男少女被控制用毒品 喂食八大行业就要下台 有8个的 有要头的 没有一个人 甚至连警情区的刑责区都没有人做处分 那这个是左营分局他自行查货 不是他单位查货的 那其他嘞 其他很多调查局的嘞 好多其他分局去冲的嘞 分局里面有派出所啊 是侦探队去查的 还是当地的派出所去查的 署长 是左营分局哪一个当地匣区的责任点在哪个派出所 是旧城还是启文 你知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 还是左营分局侦察队去查的 还是独察社去查的 还是高雄市行大一队到八队去查的 哪一个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但是什么人难未告诉我 我跟你讲 比如纪过两次的纪过一次的 申解的都有 我跟署长你报告 没有人按照这个表格去处理 委员我们不需要敷衍委员 我们需要为什么要 你很忙署长 你很忙 你没办法赶到这么细 我今天只是借这个议题来凸显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 但是这个东西会伤到很多警察干部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申请会受影响 大家都当好人 部长 大家都当好人 都是同学 学长 学弟 门生 顾旧 我当过议员 我在机场 署长 当过局长 都很清楚 很清楚 你要严格去控管 重此是派书所里面也好几个 左营分析好几个派书所 派书所一般不会自己去抓这个东西 高雄市我待了二十年 派书所很早几乎毒品破案件 不是刑大队是侦察队去办的啦 怎么有能力派书所去办这个 少之又少嘛 所以书长 你连同事因为这几天我要问这个东西 赶快给你资料 我都有 我只是提醒 你很忙 我要求刑事警察局局长前几天去看我 南台的毒品严重到吓死人 怎么拿出破例 不要讲那个忽言的话 你谈左营分析我在高雄我怎么不知道 第二个 我们刑事警察局警察机关辖区招杂货毒品案件行政陈署规定标准表 这个是警政署也是刑事警察局制定 制定的吗 是不是局长 这是警政署名发那个花下去的 是不是你们定的 那那个管单位是谁 这不是那个全国检察机关试用 全国检察机关试用 那我问你 这个表格什么时候发布的 这从7月1号开始 什么时候发布的 这个表格 什么时候发布的 95人锈定 95人锈定的时候就有这种表格 到现在几年了 95人到现在 那个6年嘛 哪些人一会收到陈储 这里面有啊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有个处分了 在哪里 96年8月1号到现在为止啊 那个那个总称职的额度啊 记过两次的有四人次 记过一次的十四人次 身界两次的十五人次 身界一次的六十二人次 这里面我们一共有那个 这么多的案子里面我们有做统计过 署长你听到了没 部长你没听见 从96年到现在将近六年 记过的四人次 什么身界的十四人次 身一次五重 总共加点四加十四 二十八加十五四十三 加最简单的身界一次 六十也不过一百二十几 六十 九十六年到现在 从身界一次 到小过四次 小过一次 而且六年之后四个人被记 小过一次 你给我的资料 公文九月十四要告诉我 这个副表六刚刚我念的表 迄今警察机关招陈主的案件统计资料 本属于韩勤各警察机关进行清查 也就是在九月二十四号之前 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根本没有这个资料了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警察机关的那个 讲成有他那个授权的一个 好 就是说 一部分的处分 除了记诈过以上要报到 那个警政署以外其他的 你这个美联 你谈毒品绩效 不是那个毒品绩效 你开毒品防治会报 部长去出席毒品防治会报 里面你有这个表格 在你这么重大的表格里面 都没有去列管说 哪些人抵出什么 哪些人抵出什么 我们跟委员报告的话 就是说 你退给县市警察局 让整个毒品在各县市流窜 这个 到现在 只有记一小过的才四人次啊 六年当中 平均一个人记不到 记小过的一年不到一个人 夺品从一月一号到现在 泛滥到如此极点 没有一个人超过两次小过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警察局 说我定的掌承办法是 全国警察官 警察机关要试用 而且他依照权责 他们自己要来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他如果是属于警政署合理 那你定这个表格做什么 你定这个表格干什么 这个是要给他 给各地区警察局来用 那你每年毒品在统治汇报的时候 哪些人说到奖承里面 你没有去了解到这个问题吗 没有请各县市警察局 你警政署的统计室难道 人事室都没有去做规划管理吗 你整个讲成毒品讲成才几个表格 不到五个表格 六个表格 连这个表格到警政署里面 全国本身有多少人 你都不知道 你说我放到各县市警察局 各县市警察局 这件事情 按表操课 严格管控 重新会诊 你同不同意 办法定了 我们自然会执行 从现在开始 每年要把数据里面 署长 请你折承部署里面 把这些资料每年送到你办公室 不管是哪一个署长 你才知道说 到底各县市警察局 在执行表六表七的时候 哪县市在执行 哪县市在不执行吗 我的用意在这边 不要去相怨 好不好 请你折承里面去 务必去确实去执行